凤凰每周快讯友 麦当劳赞助播出 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劳动市场持续展现任性 8月美国职学数量意外攀升至3个月新高 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 职学数量从7月上休后的771.1万个 增加32.9万个到8月的804万个 高于市场预期的765.5万个 同时雇佣人数和离职总数几乎没有变化 分别为530万人和500万人 在离职方面 辞职人数从7月调降后的324.3万人 减少至308.4万人 为2020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准 离职率从7月下调后2%降至8月的1.9% 美国9月非能就业报告将于本周五公布 市场预估新增就业人数为14万 远不及过去12个月 每月新增20.2万就业人数的水准 9月失业率估计维持在4.2%不变 根据FBI最新发布的初步数据 美国2024年上半年 暴力犯罪率下降了10.3% 报告对今年上半年的犯罪率 进行统计后发现降幅最大的谋杀案件 减少了22.7% 其次是强奸案件减少了17.7% 降幅最小的严重袭击案减少了8.1% 报告也显示中西部地区暴力犯罪率的下降幅度最大 减少了12% 暴力犯罪问题是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的重点议题 其趋势持续延续2023年的下降态势 FBI上个月的发布的数据指出 从2022年到2023年 暴力犯罪减少了3% 谋杀率下降了11.6% 一名FBI官员表示 这段时期谋杀率的下降 是该机构收集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 美国政府周二实施新规定 收紧在南部边境 对申请庇护的难民的限制措施 新规定对曾在6月出台的限制措施进行了强化 根据先前的规定 当试图从官方边境口岸入境的难民人数 达到每天2500人时 政府可以限制难民获得庇护 当每天的平均人数在一周内低于1500人时 当局才能取消限制 但10月1号的新规要求平均每日的人数 必须在近一个月内低于1500人时 才能取消限制 且新规实施后 所有儿童都会被计算在人数内 而此前仅将来自墨西哥的儿童计算在内 美国国土安全部同时在声明中呼吁国会 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难民问题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周一到访墨西哥城 出席墨西哥史上首位女总统辛抱姆的就职典礼 辛抱姆周二举行就职典礼前夕 吉尔拜登在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底 代表拜登和美国人民祝贺墨西哥迎来首位女总统执政 不过美墨关系持续紧张 墨方近日指责美国要为贩毒活动猖獗负责 美方则反对墨西哥司法改革 宣称司法改革会让墨西哥民主面临巨大风险 危害彼此经贸关系 墨西哥目前已暂停与美国驻墨大使馆的关系 美国前总统卡特一号度过了100岁生辰 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活到100岁的总统 卡特生于1924年10月1号是美国第39任总统 他与家人在乔治亚州小城普莱恩斯的故居度过100岁生辰 卡特在90岁时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之后多次跌倒和接受了髋关节直换手术 并于19个月前宣告在普莱恩斯接受在家临终护理 他与夫人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 早在9月17号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为卡特庆祝生辰 并为公益活动捐款募款120万美元 卡特的孙子现任卡特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杰森卡特表示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 光是这一点就是值得庆祝的事 他又表示会与家人一起珍惜 陪伴卡特的最后时光 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 美国宗安及墨西哥湾港口工人10月1号开始罢工 是自1977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工业行动 工人不满资方建议的加薪幅度 代表4.5万名港口工人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工会 10月1号表示自凌晨起关闭从缅因州到德州的所有港口 并拒绝代表资方的美国海运联盟9月30号提出的最终提议 批评该提议远低于其成员的要求 劳资双方先前正讨论新的六年合约条款 谈判截止日期为9月30号 美国海运联盟在30号的声明中表示 已提出把薪资提高近50% 比先前的提议高 路透社指这次罢工令全美月一半海运中断 摩根大通分析师指出 罢工将造成美国每天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佐治亚州罗克戴尔县的一家化工厂 9月29号发生火灾 农烟中检测出有害化学气体 超过9万居民就地避难 事件已过整整两天 11月1号仍有大量农烟从化工厂冒出 含有化学物质的云团漂浮在化工厂上空 随风向周边更大范围扩散 罗克戴尔县官员1号在社群媒体上表示 由于天气原因 农烟正扩散到整个县城 官员提醒民众 如果看化学云团出现在社区上空 建议居家避难 直到云团消失 在过去两天里 罗克戴尔县及临近地区 持续有居民报告称 看到飘散的浓烟或闻到刺鼻气味 美国环保署调查显示 侦测出有害刺激性氯气 不过补充到 此次化工厂火灾烟雾中的氯气 豁值低 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美国国家病毒安全委员会日前表示 40多家外国业者的 波音737飞机 有可能正在使用 有问题的方向舵控制系统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 霍曼迪 对受影响的航司 是否知道方向舵问题表示担忧 涉事的波音737飞机 上月26号已收到紧急安全建议 被警告其方向舵控制系统 有卡住的风险 今年2月 联合航空的一架波音737飞机 曾出现方向舵无法移动的情况 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正在迅速接触有零件问题的航司 并给予行动建议 波音公司早于8月 已通知营运商作为方向舵控制系统 部件之一的滑跑引导执行器 可能有问题 加州州长纽森9月30号签署立法 自2025年秋起 禁止私立学院和大学 采取传承录取政策 校友或捐助者子女 在申请入学时将不再受到优待 包括Stanford大学 南加州大学等加州名校 都将受法案限制 美国最高法院去年裁定 哈佛大学以平权措施为由 在招生过程中 考虑种族或族裔的做法违宪 该案亦引起对学校 在招生时 为校友或捐助者子女 提供特殊待遇的 传承录取政策的检讨 并在全国范围内 引起反特权行动 目前全国许多院校 都正在修订招生规则 而加州则成为 继马里兰州以来 全美第二个对私立和公立院校 均实施禁令的州份 联准会在9月的议席会议后 宣布大幅降息办理 为美股带来新一轮声浪 总结整个9月 道庆斯工业指数上升了 1.84% 漂浦无牌指数 更上升2.01% 两项指数都是连续5个月 录得上升 标指更是2019年以来 首次在9月录得上扬 反映科技股表现的 纳斯达克指数 更上升2.68% 是连续第二个月上升 总结第三季 道庆斯指数 升幅达到8.2% 扭转了第二季的跌势 标指和纳指 则分别上升 5.53%和2.57% 两项指数都是连续第四季上升 来到10月份 美股虽然仍面对总统大选 联邦储备政策前景 以及经济衰退担忧等 多项不利因素 不过投资人对前景仍信心满满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